对 小弦哪 那个小弦 把那个奖杯给我拿过来 我要拍照 梅大师 我刚才发现奖杯上有几个收拾印 我马上擦一遍再拿过来啊 刚刚夸你 赶紧的 赶紧的啊 快 那是东练三九夏练三福啊 但是呢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这些年我兢兢业业 我从来不敢懈怠 还有今天这样一点小小的 那个小弦 你快点 来啊 小弦 小弦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太好了 那就是我的大救星 来 这是最令我骄傲和自豪的一座奖杯 来 我们拍张照片啊 这小弦哪儿来的呀 谢谢你啊 李练 你不要谢我 你要系宠冠一 是她让我给你的 我师父啊 你想我们这儿还有谁也得过这个冠军啊 好 看来我有亲愿好好谢谢她 对 她不是在医院吗 对啊 她装着病号服就跑出来给你送奖杯 要不呢 你们两个真的是单纯的石头关心 哎呦 你说什么呢 这是 来 跟梅大师一块儿和个影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 往这边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我们一起喊茄子 来 一 二 三 茄子 是 你们这些家属啊 一定要好好告诉病人 要服从医院的管理 这一处去外出什么事了 责任谁来付 对不起啊 给我一个机会 维护一下社会安定 上车 关系就是关系吧 赶紧的 这卡里的钱 足够你把剩下的方款都交了 然后你别在她弄她干嘛 你做再多的事也是白做的 知道吗 你要再不游战我的话 我就从这儿敲两句 你只要水你跳 别有钱 别有钱 这是几副伤好的中药 对输筋活血续筋结果啊 效果非常好 这是药方 我知道这几天啊 你在除冠一的这个事情上很纠结 可是呢 要你过去当面给人家道歉 你肯定摸不开面子 所以啊 我就准备了这几副中药 咱们给人家送过去 也算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好 还是你了解我呀 还 知我者 莫过你江林毅啊 看你说的 喂 怎么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 怎么了 这又是怎么了 妈 你还没睡呢 任小姐 你行啊 平时看你傻乎乎的 好像没什么心眼 其实你城府很深呢 怎么了 还想狡辩是不是 我问你 这报纸是怎么回事 这奖杯上面是谁的名字 妈 还想狡辩是吧 张秘书已经在你办公室 发现了那个被打坏了的奖杯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妈 我不是想狡辩 我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们把奖杯弄坏了 我本来想弄一个一模一样的 摆在那儿 可是没有时间定做了 我就拿出关一的代替了一下 奖杯打坏就打坏了嘛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还要撒这么大的谎 你太大胆了 你知道现在我有多被动吗 全体媒体都在看我的笑话 我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任小姐 楚冠一 楚冠一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奖杯 借给你应急呢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妈你想多了 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人家说她带着伤来给你送奖杯 要么她就是为了报复我 让我难堪 要么就是跟你有不是一般的关系 妈 这事是我错了 你怎么说我都行 我承担一切责任 我心里只有乐宗 你必须要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啊 任小姐 你已经骗了我一次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也不知道让你怎么相信我 可是我真的跟她没有关系 行了 有没有关系 不是你嘴上说的 我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丑英 丑英 丑英啊 小姐这事咱可不能就吊钻了 你干这事啊 你又听了 是啊 我这也在运气呢 这典典刚刚接手郑道馆 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真是让我颜面扫尽哪 谁说不是呢 我昨晚啊 一宿没事一觉啊 这绝对看出来了 那什么叫自己家人哪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 我说您说说 我这是跟你说声呢 这这 你就这么说行吗 这没有外人 说 不行啊 没错 没错 是这样 我已经在很多网站上发了声明 还不够 当然 我也联系了很多报社 准备呢给您做一些新的采访 没必要 是这样 我还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您跟楚冠一 可不可以打一场友谊赛 这样呢可以表明我们一向免恩仇 李小雪 别费心思了 没有意义 告诉你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 最好的补救措施了 你已经想好了 对 后天就是楚冠一全馆的宣传活动 届时会有很多武术爱好者参加 你呢 就把这些传单 都给我发放出去 在别人的宣传活动上 发咱们的宣传单 这不是砸场子吗 怎么了 砸谁的场子 谁规定那个地盘 就是他楚冠一的 别人就不许进入啊 我明白了那小雪 你是不是跟他还有私情呢 是不是你不敢面对你的宠师吗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您这是在把我 往不仁不义的道路上推 不仁不义 言重了吧 你既然跟他没关系 你怕什么呢 行了 别叫小雪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就用行动来证明给我看 正道馆在你心中 究竟永远未知 就是这种 怎么办 你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啊 我 你这边 我 你看 你这边 我 我 你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 你怎么回事啊 你 哎呀 你快去吧 你快去 你快就当我 大家看到我们的广告牌上的 鼠西护学护士 学业语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益 非常有趣的一个项目 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踊跃的报名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台上有两位学员正在比赛 两个月的新的学员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这边有几位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们 你们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全馆的 这次的训练成果的展示 看看 大家看看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主要是想推出一个新的训练效果 就是暑期 酷学酷训练营 那 先要感谢一下大家 这么长时间对我们的关注和参与 希望大家呢可以来体验我们的 你是不是 还有私情吗 是不是你不敢面对你的重生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就用行动来证明给我看 这正道馆在你心中 究竟对你有为之呢 请不吝点赞 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划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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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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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了 看到了 这次应该说你的表现非常非常好 您觉得非常好是吗 您觉得我做得很好 不 当然了 就是从你这个角度 对朋友好像有那么 一点点的不仗义 但由此我却看到了 你对乐宗 对我们正道馆的一片诚心 孝贤 应该说我还是非常感动的 这样吧 奖杯的事咱们就过往不咎了 这是您的奖杯 梅大师 你赢了 赢得很彻底 我出卖了朋友 宣传的真大怪 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 如果这就是您所谓的武德 那我希望您能真的开心 小鲜 吴李庄 这件事啊就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你看错任小鲜了 任小鲜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另一种都是没朝你老家伙窜头 我宁愿相信是第二种 我没朝你因为 蒋薇的事情出了丑 所以她记恨于我 当然她本来就不是特别喜欢我 再做出这样的事 也算正常 正常什么要正常 没朝你那油本事给我来明的呀 堂堂的内加全宗师 跑到别人地盘上抢生意 要不要脸 我告诉你啊 你别老听那任小鲜说话 她压根就不应该这么做 你前天后后帮她多少次忙啊 她有没有良心啊 什么样的人能像她这么做事 你说完了吗 行了 别难过了 不是 你这话意思就说我傻呗 傻不傻你问我呀 你自己心里清楚 干嘛去啊 让自己清整冰箱 妈 什么都这么没有 我嫂子肯定还在生气 她还生气 班都不上了 想造反呢 妈 你别嘴硬了 你去看看道个歉呗 谁 我给她道歉 我道歉 我错哪了 我这辈子给谁道个歉呢 开玩笑呢 妈 你以前没有道过歉 是因为你以前 真的从来都没有做错过 这次我也没错 我错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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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鲜 有事吗 睡睡好了吧 我没睡 真的 我一晚上都没睡呀 我就心里就 特别那个什么 我就想见了你面 我就想跟你说说说 说你 你错了 妈 干干嘛干嘛去 你听明白了吗小鲜 我没听明白 我错了 是啊 你大错特错呀 我大错特错 是啊 这事是我错了 我错在哪了 你都不知道你错哪了 我跟你说啊 我让你去撒穿单 不是为了咱们无管 也不是为了让你背叛朋友 我 我是为了帮你让那个楚冠一 他死了这条心 虽然你对他没意思 但是不代表他对你没意思 小鲜 你看啊 你这孩子吧 有时候特别傻 实心眼甚至于缺心眼 你有时候别人一对你好 你就 就千方百计的 一来二去的 容易给别人造成误会 照你这么说我还在感谢你呗 我昨天晚上那句话白说了 这事明明你错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对对对 我可能 也许大概可能 有那么一丢 一丁点 但是你错的更多呀 你看你错在哪儿 我想你这 哎呀对了 你说我武德有问题 任小贤 这话能随便说吗 就因为这句话 我一晚上我都没睡呀我 我 我 武德有问题 就说明这人品德有问题 你得跟我道歉 对对对 就说这句话你得跟我道歉 天天我觉得咱俩在是非观上没有办法交流有代工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不 你这年 我知道你想跟我认错道歉 但是又张不开这个嘴 但是没问题没问题 我呢原谅你 我大人大量 你你不用说出来 你心里有就行了 这样 你现在呢就去给我买一杯豆浆 要老末东方的二十分钟之内 放到我办公桌上 好吧 不用说了不用道歉不用道歉 错了错了我知道你错了 快去吧快去吧 天天 没走吗 哎 帮我去哪里啊 你带着干嘛去哪 我去买早点啊 哎呀跑了好几天好几天累死我了 怎么买个豆浆这么难买啊 哎 哎 你在干嘛 好好喝 你别喝 啊 我的豆浆 妈 你去喝你的豆浆 至于吗 当然至于了 这是我拍给美总的 快点 你都已经喝成这样了 你切手去 我不要啊 他会弄死我的 那你就能眼睛这儿看见他把我弄死啊 你自求肚服了乖啊 不行 那你那你去 再去买一杯啊 我来跑好远啊 八点之前就要送到 根本来不及 你快点来 你跟他说一下 那笔记是你妈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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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我看王浪子喝的 豆浆进口的 味道应该差不多 我想还可以啊 是吧 我说是没问题的 你这些是不想的 我你看她 你这都不想呀 你看这些不想应该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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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点甜 出发 哎 人呢 不练钱上哪儿去了 正道馆举行新闻发布会 芬姐领着兄弟们找他算账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让大家久等了啊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梅朝英 关 关于正道馆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 只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澄清一下前一段时间 关于奖杯事件的各种说法 关于前一段的奖杯事件 众说纷纭议论纷纷 我想这个其中这个 其中这个 这个缘由啊 我想今天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最近就一直在琢磨 这个功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有人说这功夫是一行一术 你不觉得 在我的孩子 坐卧皆是功夫 这个 作为一个习武之人 要 这效果这么明显 你讲过啊 今天给咱爸喝一杯豆浆 是韩国代购瘦身豆浆油的根 千万不要把我滚出来 停住 这儿交给你了 我先这样啊 来 对不起 今天有点 天太热了 这个 最近呢 我一直在对这个 你们要说什么 怎么那么有意思呢 您好 那是哪家媒体呢 请出示一下情谊 这是你们为大使给我的情谊 我怎么能不来呢 小柳 晚报记者是吧 是 请你多给我们 承大门美言一下啊 那个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什么 才是最高境界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德 这个德行是一个人 一个功夫之人 来看看 大家看看这些传单吧 哎呀 雷大使 您想的德 我怎么听不清楚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小柳 发言雷体的朋友 正好大家都在 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说清楚 雷大使 对不起各位啊 这个我们两个公司 有一点纠纷 所以这个 那就跟大家解释清楚啊 小柳 大家给你 我们车会的选择 真的去发自己的选择 你干什么呀 大使我的事 什么呀 你没给我喝的 什么都简直 不得啊 你这是干什么 没玩的 没大事啊 别走啊 你是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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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大事啊 还不得多 正大 跟大家谨慎解释 不行了 不行了 没事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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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官干什么 他干什么的事 就不了了解释了 他这是抢生的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 你干什么 哪来的你 你该听我 用家赵德明 所以雷体的朋友 正好大家都在 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说清楚 雷大使 请各位啊 真的我们两个公司 有一点纠纷 所以这个 那就跟大家解释清楚 小柳 小柳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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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的是不动静 我不知道 这是爱事没完 雷大使 你狗爱他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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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使 梅总 你肚子好点了吧 这是我的剪刀书 你看看这个吧 小贤呢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自从你进了这个家门 发生了那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不想再跟你周贤下去了 好 所以我今天呢 想跟你摊牌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呢 你不愿意走 我实在没办法 只有第二条路 在一周之内 还清我三十万千块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一周之内 那是你的事 要是没有钱的话 就只能走第一条路了 如果我采取法律手段 你也不要怪我不尽人情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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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前套 在一周之内 还清我三十万千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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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现在就让你还钱啊 我妈现在就让你还钱啊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妈这个人吧 她就是那个脾气 现在呢 她的情感已经大于她的理智 她的愤怒 已经把她整个脑子占据了 我觉得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想一个办法 哄哄我妈 我刚才呢想 这钱迟早是要还的 我就想 我是不是可以 自己办一个无限网络 然后再把网店开起来呢 你想什么呢 汪已经被我妈掐过一次了 你还想再试啊 可是 我接了好多货都囤在那儿 如果把这些衣服都卖出去的话 我就能回搂三万块钱的现金啊 这样 我帮你放在五八同城上试试 咱们能抛多少试多少 嗯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做兼职 又不是没有做过 哄哄的日子都过来了 我不怕 你想什么呢 现在就算把你掰成十个二十个 一个礼拜之内 能凑凑三十万 那怎么办 我总不能去偷去抢吧 你说我妈这个人也真是的啊 一辈子趾高气啊 她怎么就不懂 一向抿千仇 随意而然这种道理呢 可能是我真的把她惹着了 楚冠仪是她的痛 那我偏偏处到她最痛的地方 对 就是楚冠仪这个丑男人 要不是因为她 我们怎么可能生那么大的气呢 也不能怪她 她也是为了帮我呀 主要还是我的原因 估计她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吧 你说我干嘛干那种傻事呢 我为什么要去发全难呢 哎呀 我应该去找楚冠仪报仇 爹爹 你别胡来啊 妈现在已经很脆弱了 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了 我没有胡来 你想 我要是打败楚冠仪的话 那我们正道馆不是扬眉吐气 搬回一局了 你打不顾她呢 爹爹 好 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不接查什么意思 怕了 这对人干吗的 我们是来记录黄点点拜师权过程 那我们为什么要记录一下呢 是因为黄点点小姐 是郑道馆的当家小花旦 她不计情嫌前来讨计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录一下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我这儿不受女的 而且我不将没有基础 我 任小玄不是女的吗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我有基础 不信 比划比划呀 你真是混乱 你真是混乱 啊 不信 你真是混乱 哼 英雄好汉全让你当我了 我们家老太太现在家长天愁眉苦脸 那我嫂子 我嫂子都要被逼得去卖肾了 你说 我能不替他们出气吗 任小贤怎么了 她正处在危难之中 你赶紧乖乖地告诉我任小贤她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乖乖地请我吃饭看电影 我可以考虑告诉我一下 你还要是乖乖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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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